官長在調查的無故甘水吉 因為涉嫌受出管副身份的 全民運動會上工程法寶案的回口 在這月十八號 被南島地檢視射清洗澡到家 已經將萬兩過月了 為出南島地憑慌疑 在十四號召開了MR田 並認為正前在共犯 官長在調查被收到後 被告甘水吉也是有按照計時 來中訴不犯 有創情稍未淨過的可能性 而本案的被告在共犯 遭本院羈押之後 他尚有依照指示 處理相關事宜之行為 故本院認為有事實主任 被告他有淹滅、偽造、辯造 相關證據及勾穿共犯證人之餘 在南島地憑慌疑 只要開MR田 經過一天的競爭討論後 法官長為被告甘水吉所釋放的 都是五年以上途行的貪污檔罪 因此慌疑在15號再起 蔡甘水吉繼續MR境檢兩國月 而且被告所犯的貪污犯行 嚴重影響公共安全的品質 並危害社會安全秩序 以及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故本院何一廷評議之後 認為原來的羈押原因仍然存在 而且有繼續羈押這必要 故裁定延長羈押期間兩月 並禁止接見通信 官長在條近四個月的圓圓期間 將在月底到期 這五個月以來 減風也曾經予談 官長夫人跟訴斷定五人 來厘清關乎被案的案件 以及回口的禁止流向 現在被人為是共犯的跟隨吉 做到價值MR 一般都人為 如初以來 也將替官長在條近 月底起訴和九部 投資料變成 記者君文宣 蔡宏報道